1957至2017 兴州海南同乡会 从会长林业 扶树培到吴昌茂 已经历了六十年的光辉历程 在坎坷曲折的岁月中 无情风暴掀起的波澜 我们的前辈迎风破浪的前行 终于走出了艰辛悲苦的岁月 迎来了春风和阳光 建立了澳大利亚海南乡亲 共同的家园 我本来尽管都尽管都尽管 在这边都尽管都尽管 都尽管都尽管 有时候尽管都尽管 从明末时起 尤其在晚清时期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 战乱不断 列强欺凌 918后 日本军国主义者大举侵略 造成大批难民逃离家园 东南沿海各省人民 则大量到南洋各国逃难谋生 海南人民也随着这股浪潮下南洋 至今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 据统计 海南人在海外已有三百四十万人 其中文昌人有一百二十多万 1941年12月7日 日本偷袭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大爆发 海陆通讯完全中断 我们298位海南级船员被迫滞留澳洲 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后 澳洲政府推行反对亚洲移民的种族主义政策 在白澳政策的迫害下 不给亚洲人 华人获得居留权 不少人被迫遣送文员去驻地 在298位海南级船员中 最后只剩下一百五十位留下来 二战胜利后 我们刘澳的海员136个人 他们觉得要吸引澳洲的社会 迫切要求团结起来 组成同乡会 先成了一个熊牙业益建设会 后来百澳政策的迫害解散了 那么1949年以后就开始要求 一定要成立我们自己的组织 新中国成立以后 对二战难民的政策有所放宽 他们才陆续获得居留权 留下来的一百五十多位乡亲 通过各种形式的合法斗争 终于取得了暂时居留权 他们都迫切地要求成立同乡会 当时林业 福树培 陈佳英 潘于仪 林游福 王琼岛等海南乡亲 积极响应号召发动乡亲们捐款 并于1957年7月 买下了位于悉尼Sharry Hills的第一座会所 由于同年9月1日 正式成立了穷桥同乡会 首任会长为林业先生 从此他们给华侨华人 带来了精神食粮 传播中华文明 报道祖国建设的伟大成就 使我们的海南乡亲 洋梅吐气迎未来 海南同乡会的确是一个爱国爱乡 促进澳中友好做了大量工作的 做了非常巨大贡献的一个社团 这个优良传统呢 在我作为会长呢 也继续发扬光大 凡是有任何促进澳大利亚人民了解新中国 促进我们两国之间的各项的交流 合作和贸易发展 我们都积极的去做 我们看到了在初期海南乡亲的这种初衷 初心 就是为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 尽心尽力的这种能力呢 我们继续把它不单只保持 而且发扬的更加优良 更加优秀 通过这个活动 把我们大家海南乡亲凝聚起来 为我们一个共同的 奥中友好事业继续努力 同乡会的成立 起到了联系乡亲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使散落在各州的海南乡亲 陆陆续续回到悉尼定居 并加入同乡会 使同乡会由原来的136人 发展到200多人 1949年10月1日 在北京 万人空巷 首都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海南乡亲们将尽自己所能 为家乡和祖国的建设事业 贡献一点微薄之力 厚得债务发扬传统 在我们发动海南乡亲 凝聚乡亲的这个过程当中 在我们的祖籍家乡遇到自然灾害 譬如说台风的灾害的时候 我们也积极发动不单只是我们的海南乡亲 同时也华人社区里面 监管监物来支援我们受灾的难民 在汶川地震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也尽了我们全体海南乡亲的这个爱心的力量 来捐助必要的款项 来捐为汶川受灾人民来支援他们 作为澳大利亚公民和澳大利亚的海南乡亲 也非常关注我们澳大利亚当地的一些自然灾害 每个夏天的时候基本上都有森林大火 当它已经成为灾害的时候 我们海南乡亲也不遗疑力地大力监住 来为我们当地的灾民救助 更名为新州海南同乡会后 同乡会敞开大门 吸收澳洲各州的海南乡亲入会 更重视吸收有文化 有专业知识的人才入会 这些青年才俊挥洒他们的青春和才华 为社会服务 为乡亲服务 为促进澳中友好服务 使会务工作蒸蒸日上 走向更加灿烂的辉煌 我自1949年来到澳大利亚 来到澳大利亚 我们到澳大利亚亲 很多人或许觉得 同乡会是一个老人 会来的地方 看不到什么年轻人 但是当你慢慢加入之后 接触到这群可爱的人之后 你就会体会到 大家庭给你提供的那种温馨和温暖 所以欢迎各位年轻人 加入海南同乡会 2015年10月31日 第14届世界海南乡团 联谊大会 在世界著名的悉尼歌剧院召开 新州海南同乡会 在澳大利亚海南总会领导下 积极参与了这次大会的各项工作 这次盛会 世界各地共有2000多人参加 这次盛会体现了海南乡亲 人兴旗 泰山仪的团队精神 这次盛会办得非常成功 得到了世界各国海南乡亲的好评 飞升四起 赞不绝口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圆满 激情精彩的盛会 提升了海南人共同的美好形象 那么在这次大会上 我们召集了建400个义工 从社会上召集了有志 有热情的青年一代 那么从中呢 我们真正的感觉到了 他们对我们海南的热情 底线了我们年轻一代呢 他们为主机国和家乡 愿意奉献出那一片热情 那么同乡会发展了60年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大家都看到 我们通过海南同乡会 不单只凝聚了海南人 他们的知识 他们的才能也比较高 同时呢 他们在商场上也非常有成就 所以呢 我们在几年前鼓励他们 成立了一个澳大利亚海南总商会 以商言商 而且呢 我们现在也面向整个澳大利亚的海南人 鼓励每一个地区 每一个州 都有他们成立自己的海南同乡会 商会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把我们海南人 共同的力量凝聚在一起 发挥出更积极的作用 这60年 是海南相亲 历经了人生悲欢离合的60年 这60年 是老一辈和我们年轻一代 一起走过 一起尝尽苦辣酸甜的60年 回顾60年的征程 是我们不忘初心 与时代同行 与祖国新联心 一起走过的60年 更加珍惜中澳两国人民的友谊 为中澳两国经济的发展 奉献我们的光和热 让我们迎着朝阳 效应未来 祝新州海南同乡会 61周年晚会 圆满成功 预祝新州海南同乡会 60周年庆典 圆满成功 热烈庆祝澳大利亚 新州海南同乡会 成立60周年 我请代表 澳大利亚海南师范大学 校园会 向会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和衷心的祝福 恭喜丁周创立 6周年第1次 恭喜 恭喜 我代表 澳大利亚 维州海南同乡会 所有乡先 祝澳大利亚 新州海南同乡会 60周年 圆满成功 国字幕志愿者 推荐